西有琉璃瓦,今有身边人,欢迎收听琉璃故事会 暗恋陆燕慈多年,我终于决定表白 在小姐妹的窜桌下,我干了一瓶洋酒 小脸通红地敲响了陆燕慈的房门 陆燕慈,你在吗? 门被人从里面打开 男人穿着黑衬衫,身姿朔长挺拔 袖口微微卷起,露出一截白皙的手腕,清冷禁欲 漆黑的眼眸望了过来,嗓音冷淡,有事吗? 醉了酒的我没发现,它有什么不对劲 那张脸还是一如既往的能打 哪怕在昏暗的灯光下,也依旧帅的人神共分 尤其是这个角度 冷淡疏离的眼神,宽肩窄腰的西装裤 甚至比平时的她还要多添几分韵味 脸颊发烫,我甚至不敢跟她对视 生怕自己饭花痴 你今天好像有点不一样 男人已在门框边 唇边溢出一声滴滴的闷笑 哪里不一样 酒意上头,我的脑子晕乎乎的 眼前只有她那张俊美的脸摇摇晃晃 我笑隐隐地回到,不一样的帅 似是我的话取悦到了她 男人唇角微不可查地勾了勾 我还有业务要处理,改天再聊 你看起来好像醉了,我让人送你回去 说出的话,确实这样冰冷无情 我怕以后再也没有勇气表白了 一不做二不休,抓住她的手腕 眼里涌上雾蒙蒙的水光,别走 她脚步一顿,长劫轻颤 垂眸看了看,我抓着她的手 你醉了,我没有醉,我很清醒 能不能让我进去说 仗着醉意,我拽着她的手轻晃 双眸亮晶晶,拜托 她喉结一滚 好,房门烹灯一下关上 我那颗烹烹乱跳的心又开始发颤 和我想的不一样 陆燕慈的房间竟然很整洁 干净 看着男人修长的身影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 其实,我今天来 是有件很重要的事跟你说 忐忑,不安,害怕 各种复杂的情绪交错在我的心头 我鼓足了勇气,猛地抬头看向她 我喜欢你 清脆的嗓音,如同一道惊雷 在耳边炸开 陆文潮握着手机的手艺症 平静如水的眸,像被投入一颗石子 让起连衣 嗓音低哑 你说什么 我重复 我喜欢你 陆燕慈 我喜欢你 不知道为什么 说完这句话以后 房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我的心中扑通扑通 跳个不停 像等待审讯的犯人 她下颚紧绷着 漆黑的眸底 蕴藏着阴霾 空气安静了几秒 她忽然低笑出声 咬字有些说不出来的怪异 喜欢 陆燕慈 你把我当成了陆燕慈 我没听清楚她后面说了什么话 只看见她笑了 她很高兴 这说明她 对我也是有好感的吧 我乖巧的应声 对 我喜欢你 借着醉酒 我将自己的少女心事 一一陈述 甚至壮着胆子 一把抱住了她的腰 将脸埋在她的胸膛 抽气出声 我真的好喜欢 好喜欢你呀 你可不可以也喜欢喜欢我 哪怕一点点 很奇怪 迷迷糊糊的 我总觉得 她身上的味道不一样 陆燕慈平时身上 有种淡淡的橘子汽水味 像夏天那样 干净成澈 透着也信 可现在 她身上有一股好闻的冷香 我也很喜欢 电话铃声不合时宜地响起 最熏熏的 我甚至忘了自己穿的是裙子 根本没有口袋 我的手胡乱摸索起来 摸着摸着 就摸到了别人身上 找不到手机 我语气 焦急地快要哭出来 我的手机呢 你把我手机藏哪里去了 一定是我妈喊我回家吃饭了 男人耳根泛红 捉住了我乱动的手 拉高举过头顶 嗓音哑色 听话 别乱动 我眼眶湿漉漉 我的手机呢 她轻笑了一声 单手划开手机屏幕 不是你的手机 是我的 眼前男人眼神意味不明 脸上也是冷冰冰的 可是烟红的薄唇那么诱人 像在引人犯罪 她盯着屏幕上来 电的弟弟两个字 眉头青醋 正犹豫要不要接通 我却忽然朝着 她的唇猛啄了一下 得逞地笑 好软 她浑身一僵 手上的手机滑落在地 钳制住我的手 也松了力道 电话铃声一直在响 她却置若罔闻 我晕乎乎地勾住 她的脖梗 唇半擦过她的脸颊 亲亲我好不好 鼻尖相处 呼吸交融 陆燕慈闭了闭眼 隐忍又克制 你现在不清醒 等你醒了 你会后悔 可我只听见 她嘀嘀咕咕的 很吵 不会的不会的 我轻咬上她的喉解 她闷哼一声 眼底谋色翻涌 她看了眼亮着的屏幕 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骨节分明的大手 终于揽住我的腰支 指着自己的唇 寻寻善诱 想亲吗 看着一张一盒的 烟红唇半 我勾住她的脖梗 吻了上去 男人的手指 却冷不丁底在我的唇前 像是在说不可以 我双眼迷茫 她眼神发暗 温热的呼吸 喷洒在我的耳边 带着蛊惑 像是理智挣扎 最后询问 你说 我和陆文潮长得一模一样 你会不会认错人 我脑海中开始闪现出 第一次见陆文潮的样子 明叔 你真的能分清我和哥哥吗 少年见眉轻条 伪梢微翘的桃花眼里 带着玩世不恭的笑意 那是我第一次从陆燕茨口中听说 她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 因为成绩优秀 连跳几集出国后 提前拿到毕业证后 直接接管了陆氏企业 她懒散的鞋椅在墙边 单手抄兜 用下巴指了指校门口的车 那就是我哥 我顺着陆燕茨的视线看去 静直直与面容俊美的男人 打了个照面 我呼吸一致 明明是同样的长相 男人清冷金贵 浑身散发着 生人物尽 高不可攀的气息 那双上条的眼尾 被金丝边眼镜 压下些许意味不明的情绪 以一种上位者的姿态 出现在眼前 而陆燕茨 自意张扬 傲娇乍毛 随性而为 有时像温暖的太阳 又像野狗 只保护属于自己领地的所有物 两个人完全是两种风格 我想 我无论如何 也不会将两个人认错 我无比笃定地 对上陆燕茨的眸 不会 听到我的回答 少年唇角微勾 笑意慢开 抬手摸了摸我的脑袋 那就好 思绪回归 我有些不满地开口 你怎么总是喜欢问这样的问题 久易微醺 眼前的人影 由一个变成了两个 不同的是 那张脸 依旧赏心悦目 不知道是我哪句话 又刺痛了他 眼前顶着和陆燕茨一模一样脸的男人 眸色翻涌 他轻吃 总 是啊 之前你还问过我这个问题 说我会不会把你和陆文潮认错 你和他又不一样 我自信极了 完全没发现眼前的男人眸色阴沉至极 我怎么会认错你们 难道我连喜欢的人都分不清吗 嗯 稳由如狂风暴雨 落了下来 堵住我喋喋不休的叙语 男人的手骨节分明 纸节透着薄粉 匀称又好看 在我腰间不断收紧 缠绕 像黑暗中衍生的藤腕 一点点下移 引人堕落深渊 到最后 大脑彻底被酒精麻痹 脑海里仿佛张开了一朵烟花 他的手带着薄茧 仿佛有磨砺 冰凉又解躁 我整个人几乎贴在他身上 好舒服 他低沉的呼吸 喷洒在我的脖梗边 一只手握着我的手 攀上衬衫扣 寻寻善诱 会解扣子吗 我双眼迷蒙 呆呆地望着他 摇摇头 那双漆黑的眸 静静注视着我 没关系 我教你 他握着我的手 开始教我解他的衬衫扭扣 尽管我的手在发颤 可他却依旧耐心 认真地指引我 一颗 两颗 三颗 从锁骨到腹肌 白的黄眼 让人气血翻涌 我脸颊发烫 到最后 竟忍不住害羞地 捂住了眼睛 我还从没见过 陆燕慈这么主动的场景 像做梦一样 他坐在椅子上 一双长腿 略显委屈的微微弯曲 黑色衬衫微长 露出肌理分明的腹肌 和人鱼线 男人模样懒散 想摸吗 配上那张清冷俊美的脸 让人无法说出一个不字 我红着耳根指点头 嗯 眼前的人 明明面容清冷 却像是在诱人犯罪的撒旦 缓缓握住我的手腕 将我往他怀里一戴 唇角微勾 那就 自己坐上来 慢慢摸 让你摸个够 半夜梦醒时 男人清冷的阴牙嗓音 还在脑海中不断盘旋 梦里 我竟然真的听了男人的话 勾着他的脖子 坐在了他的腿上 后面画面变得模糊起来 我一定是酒喝多了不清醒 居然敢做这样羞耻的梦了啊呀 我低头一看 脸颊更烫了 怪不得身上凉悠悠的 原来自己做梦身临其境 全扒拉干净了 我翻了个面 又继续沉沉睡去 浑然味觉 身后 有只修长漂亮的大手 握住我的腰肢 手机铃声惊奇 我忙不迭伸手去摸手机 却摸到了奇怪的东西 做什么 一声低沉 沙哑的嗓音传入耳畔 打了个转 我冷不丁打了个颤 悠悠转头 对上了陆燕慈俊美的脸 男人衣衫凌乱 浑身上下散发着被凌虐的美 关键的是 他躺在我身侧 我掐了一把自己 发现这不是梦后 尖叫出声 五分钟后 我终于接受了现实 我抱着被子躲到一脚 对不起 我昨天酒喝多了 我本来只是想找你表白 我没想到过我会 我一脸诚挚 心脏却在狂跳 不过你放心 我会对你负责的 一秒 两秒 陆燕慈笑了 唇角泛朗 他大手一捞 戴上一副金丝边眼镜 那双狭长的桃花眼 变得冷淡疏离 眼神深邃 那现在呢 你真的会负责吗 等等 这是 不会的不会的 怎么可能是陆文潮呢 我的视线下矣 目光落在他腰间的红质上 整个人如遭雷击 我曾给陆燕慈的背上过药 随意一撇食 注意到他腰间没有红质 有红质的 只能是他那位 清冷不可攀的哥哥 意识到这点后 我哆哆嗦嗦地想要后退 改口道 我会负责的 你要多少钱 我都赔给你 如果是陆燕慈 我大可以赔礼道歉 一会儿是以后 他再也不想见我 我逃离这里 可我千算万算 没想到自己睡了他的哥哥 可这是陆文潮 陆燕慈口中杀伐果断的 陆家未来接班人陆文潮 我哪有这个胆 在听到我这句话后 陆文潮身上的气息陡然变冷 谋底也是深不见底的暗色 只是赔钱 不是说喜欢我吗 不 我喜欢的是陆燕慈 可现在看着陆文潮 阴沉得可怕的脸色 我根本不敢说 只能让他继续误会我表白的是他 我甘笑 哈哈 那就跟我在一起 我猛然拔高音量 不行 对上陆文潮质疑的眼神 我慌乱极了 这怎么可以呢 哥哥 我配不上你的 昨天晚上的事 你就当是误会吧 他突然起身 被子滑落 朝我靠过来 误会 可我不觉得是误会 我往后退 可床就那么大点地方 最后被他逼到角落 触及他经受腰身的那秒 目光被烫的色缩 你你你别这样 有话好好说 我赔钱还不行吗 他笑得危险 谋色发暗 赔钱 宝贝 我看起来是那么好打发的吗 他单手握住我的脚踝 手指的凉意勾起了我的战力 手指一寸一寸抚摸 我低喘着气 实在忍不住 制止住了他的手 别 陆文潮的动作不停 声音暧昧浅犬 无端让人脸红心跳 不如把人赔给我 嗯 突然 房门被人敲响了 我松了口气 但下一秒 我的心又开始发颤 哥 你醒了吗 陆燕慈站在门外 似乎随时就要推门进来 你今天怎么骑那么晚 我有时跟你商量 醒了吗 哥 陆文潮应声很快 醒了 我浑身一僵 昨晚一些不堪入目的画面 涌入脑海中 我看了看陆文潮 又看了看自己的样子 要是陆燕慈看见我出现在他歌房间里 他会怎么想 把我想成那种攀岩覆世的女人 还是借着跟他做朋友的机会 攀上他哥 门外的声音急促起来 陆燕慈甚至跟人要来了备用钥匙 哥 你不给我开门 我问人要了钥匙哦 你该不会找了女人吧 仿佛被戳中心思 我的心脏吐吐地跳 红着眼眶 抓住陆文潮的胳膊 别 别让他进来 盯着我那双 因焦急泛起眼泪的性谋 他唇角微钩 薛薄的唇无声张合 那你要对我负责 我惊慌失措地点点头 只要别让他看见我 什么都可以 求你了陆文潮 男人的眉眼舒展开来 歌之一声 门在这时被推开了一道缝隙 我双眼紧闭 等待着被宣判死刑 哥 你还在睡呢 陆文潮抬手用被褥 将我裹了个岩石 嗓音不怒自微 滚出去 陆燕慈似乎站在门口 接住了陆文潮砸过去的枕头 完事不公地拖着尾音 哥你一大早 火气那么大 而我躲在被褥里 一动不敢动 连呼吸都放缓 陆燕慈似乎在空气中嗅了嗅 什么味儿啊 语气细血地拖长了腔调 哥 你该不会 藏女人了吧 那道懒洋洋的视线带着探究 似乎要穿透被褥 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 陆文潮清俊的五官透着利气 语气寒冷刺骨 滚 别再让我说第二遍 得嘞 打扰您办好事了 陆燕慈脚步一转 又顿了顿 对了 我最后问一个事 你看见明叔了吗 他昨晚好像没回家 我有点担心他 我有些破罐子破摔的 想要起身坦白 却被一只大手按了下去 陆文潮淡然地回复 没有 陆燕慈走后 房间又变得落针可闻 蒙在头顶的被褥被人掀开 刺眼的光亮 也让陆文潮看清了 我此时此刻的神情 双眼通红 像只受惊的小兔子 他抬手轻轻释去我脸上的泪 低叹一声 这么胆小可怎么办 陆文潮顿了顿 意味不明地出声 昨晚是 现在也是 因为他这句话 昨晚的混乱场面涌现脑海 我羞愤地躲开了陆文潮的手 空气凝滞 陆文潮慢慢收回了手 像个富有耐心的猎人 漫不经心地开口 你对我的弟弟好像很重要 他在急着找你 要不要我跟他说一声 你在 他做事去拿手机 我去扑到了他身上 不要 不要联系他 那副金丝边眼镜被我打掉 陆文潮低喘一声 凌乱的黑发下 那双狭长眼眸 晦暗不明 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我沉默着 他沈笑一声 朋友的哥哥 陌生人 还是床扮 我不认为 我现在的身份 有资格替你保守秘密 他眼神犀利 我羞愤地红着耳根 下了决心般 在他的脖唇上 轻轻落下一吻 小心翼翼地询问 哥哥 这种关系可以吗 他勾了勾唇 手指穿插 在我乌黑的发肩 当然可以 确认关系的坏处就是 那一天 我都没能从房间离开 等我清醒的时候 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我立马给陆燕辞回了短信 告诉他我去了姥姥家 他发来一句语音 带着试探 那就好 对了 你最近有没有遇到我哥 他的话像一记警钟 狠狠敲在了我的心上 我呼吸微沉 没有 那边松了一口气 语气懒洋洋的 明书 这周我生日 你会来的吧 他顿了顿 半开玩笑似的爷爷 不过我哥也会在 你应该能分清我跟他吧 要是分不清 我可饶不了你 我心虚地沉默了一瞬 昨天我就没认清他们 还把他哥哥睡了 身形瘦高的少年 将我从流氓手中救下的身影 还历历在目 可现在 这段暗恋 终究要狼狈收场 明书 电话那头的声音 将我拉回现实 我回应道 你放心 我会给你准备好礼物的 我从闺蜜口中得知 昨天晚上 陆燕慈临时有事 将房间让给了陆文潮 这才让我表白失误 甚至和陆文潮 成了暂时的男女朋友 不得不承认 陆文潮作为男友来说 十分合格 我说 想要隐藏这段关系 不想让周围的人感到惊慌 陆文潮听了进去 从不会出现在人前 也没有公布自己有女友的消息 只是偶尔带我去逛街 给我买高奢 问了闺蜜过后 我决定做点什么 弥补一下她 我戴上口罩 墨镜 鸭舌帽 躲躲闪闪地 来到了陆文潮的办公室 陆文潮见到我有些惊讶 我提了提手中的便当盒 给你做的糖醋排骨 对于陆文潮 我的愧疚大于好感 但她却在看见我手上的爱心便当那刻 大掌握住我的腰肢 将我带到她的腿上 淡淡地冷香席卷而来 我惊呼一声 脸颊通红 你做什么 她大手紧紧将我禁锢在怀中 紧紧感受到她身上的温热 别动 我不敢动了 陆文潮用下巴蹭了蹭我的脑袋 嗓音低沉悦耳 喂我吃 好不好 怎么可以撒娇 太犯规了吧 好 我害羞地低着头 磕磕绊绊 去给她家里一块排骨 她不紧不慢地吐出骨头 眼神里带着些许奖励 做得不错 不知是不是因为她这句夸奖 空气中的温度 更令人燥热不安 呼吸交融 耳畔只剩下胸膛里狂跳的心跳 不知是我的 还是她的 她捏住我的下巴 缓缓凑近 一道身影走了进来 哥 你这两天怎么回事 喊你去聚餐也不去 我一抖 飞快地藏到了桌下 正对着陆文潮的双腿 低头祈求地望着她 陆文潮不动声色地将椅子拉近了些 有些被打断得不悦 不想去 陆燕慈偏偏还走近了些 看着桌上吃了一小半的排骨 挑眉道 怪不得不想去呢 原来是在开小灶 看起来味道跟明书做得有得一拼 让我尝尝 她叹起身就要向前 我努力将自己缩了缩 却险些磕到她身上 陆文潮一手摁住我的脑袋 一手挡住了陆燕慈的突袭 占有欲十足 我的 你要想吃自己买去 陆燕慈善善收回了手 一块排骨而已 真小气 陆燕慈来得快 走得也快 藏在桌子底下憋了好一会儿 我冒出头来 禁不住大口大口喘息 对上她带有侵略性的目光 明书 能告诉我吗 为什么那么害怕被燕慈 发现我们的关系 仅仅只是因为怕身份 影响你和她之间的友情吗 她的呼吸打在我的脖梗 勾起一阵战力 我愈发觉得 对陆文潮有些愧疚 想到和她的约定 还有那句对她负责 我决定直接跟陆文潮坦白 那晚的事只是个错误 我畏畏缩缩不敢看她 那个哥哥 其实那天我表白错了人 我以为你是陆燕慈 表白错了人 以为我是陆燕慈 男人像是听到什么笑话 喉尖一出低沉的笑 眸色渐渐晦暗 没关系 我暗自庆幸 那太好了 哥哥 那晚的事就当作没发生好吗 你千万不要跟陆燕慈说 我先走了 我惊呼一声 她大手捞过我的腰枝 将桌面的东西扫开 食指紧紧嵌入我的手指中 咬着我的耳垂 乖 那就再认一遍 认到你能分清楚 我和她的区别为止 落地窗前 落日将深山镀上一层黄金 温柔的晚风在沐云上浅浅起伏 我死死掐着陆文潮的腰 求饶地咬住她的肩膀 呜呜认清了 认清了 陆文潮 文潮哥哥老公 求你了 那天以后 我和陆文潮的关系 更进了一步 陆文潮给我送了更多的衣服首饰 甚至已要给陆燕慈 买生日礼物为由 带我出去 我依整个吐蕃鼠尖叫 总觉得她是拿陆燕慈敲打我 其实你可以不用给我买这些 为什么 我心口发紧 万一以后你后悔了怎么办 这样不求回报的对我好 以后你后悔了可来不及 不如及时止损 我们 分手 后面的话我还没有说出口 她却欲增降贵地半弯下腰 修长白皙的纸节轻轻翻转 在我的腰间寄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 谈恋爱不应该就是这样吗 如果真要求回报的话 漆黑的眸色翻涌 嗓音轻轻地飘入耳中 那你再多喜欢我一点就好了 我心乱如麻 与我而言 17岁时的陆燕慈是旧书 所以那时的我不可自意地喜欢上了她 而25岁的陆文潮 我不知道如何将自己的心 偷得干干净净 才能面对她坦诚热烈的喜欢 我一开话题 陆燕慈下下周生日 你觉得这条领带怎么样 我笑隐隐地问道 陆文潮下恶陷紧绷 抬手拿了另一条绿色的领带 这条颜色更衬她不是吗 怪怪的 带着一股醋意 送绿色的不太好吧 对上我疑惑的眼神 陆文潮扯了扯唇 她喜欢绿色 她话音落下 向桂圆开口 这两条都包了 我没当回事 趁着她去结账 又问桂圆拿下了一枚精致的袖扣 这枚袖扣 看起来就很适合陆文潮 晚风微凉 陆文潮将我送到了家 她其实不止一次 提出过让我住到她那里 仅仅是那晚我对她说要负责 可真看起来 似乎像是她在对我负责 担心我路上遇到坏人 所以每次下班送我回家 陆文潮或许我们 我张了张口 身后笼罩着一道黑影 躲开 明书 她单手护着我的肩膀 用后背承受了突如其来的袭击 酒瓶碎了一地 粘腻的血迹 从她的后脑滴落 我慌乱无措地惊呼出声 陆文潮 她快速地将我带到一旁 抬手丢下金丝边眼镜 眼神很利 长腿狠狠踹了上了那个罪汗 跟当年的少年身影重叠 我手抖着抱了紧 我忽然失神地想 当年那个从路边混混手里救下我的 到底是陆燕慈 还是陆文潮 生礼物还没有送出 我们就在医院的高级病房碰面了 陆燕慈眼神阴暗地盯着 我握着陆文潮的手 冷不丁笑出声 什么说的是 我知道她问的是什么 半个月前 陆燕慈几乎咬牙切齿 所以那时候你一夜未归 是跟她 她闭了闭眼 我接话道 是 她攥紧了手指 还有那天办公室里的排骨 不要说了 我不想听 少年一脚踹了踹椅子 有些烦闷的出声 你根本没把我当朋友 委屈的眼泪快要落下 只是她痒了痒脑袋 没有让那滴泪流下来 而后用轻飘飘的口吻说道 跟她分了 和我在一起 过去几年里都想听到的话 居然在此刻听到了 我有些百感焦急 想了想开口道 其实那天晚上 我是找你去表白 可我没想到 房间里的是陆文潮 陆燕慈 很早之前 我就喜欢上你了 陆燕慈猛地看向我 可现在我不确定 我还喜不喜欢你 她的眼底的光 黯然消散 其实我从那天醒来 看见陆文潮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 我和陆燕慈没可能了 但很奇怪 年少欢喜 在此刻似乎已经释然 我的心很平和 甚至能朝她伸手 陆燕慈 以后我们还能做朋友 对吗 陆燕慈垂在身侧的手 缓缓收紧 明书 你在说什么鬼话 我从没想过 跟你做朋友 以前是 现在也是 以后也是 最后 她没握我的手 也没能和我和解 病房里充斥着消毒水位 我抬手戳了戳 陆文潮的鼻尖 都听见了 清合着眼眸的男人 睁开眼 似是再也没法忍耐 一把将我摁在她怀中 力道大的 像要将我揉进她的骨子里 我挣扎了一下 陆文潮 你干什么呢 脑袋上还有伤 冷香扑面而来 低唇眷懒的嗓音在耳边响起 你知道她说那些话的时候 我在想什么吗 她顿了顿 漆黑的长节 压下她眼底的音质 我想弄死她 她应该感谢自己投了个好胎 否则我不会让她走出这间病房 我扑哧笑出声 她单手攥住我的下巴 让我被迫鼓起了脸颊 很好笑 我摇摇头 又因为她是病患 不敢胡乱动作 陆文潮猛地抬头 在我的唇瓣上 轻轻啄了啄 我的脸颊通红 陆文潮你 不讲武德 跟病患讲什么武德 嗯 她又一把将我捞进她的怀里 感受到她滚烫的体温 我红了耳根 她忽然凑得很近 温热的呼吸打在耳畔 含着磁性低雅的声音 酥酥麻麻的痒 我只是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什么 我想问问 现在呢 你有没有多喜欢我一点点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对上那双幽深的眼眸 话没出口 她又打断了我 你不用回答 紧接着 嘴唇上传来温热的触感 她扣住我的脖梗 带着试探 由轻到重 我们交换着呼吸 或许 有些答案早已在心底 一吻结束后 她在我耳边低喘 握住我的手 伤化好像没有什么力气呢 明叔 这次 你自己来 我脸颊发烫 经我同意后 陆文潮向家里长辈 官宣了我们交往的事 长辈们对我们的事 倒没什么意见 唯有陆燕慈破天荒 在群里指指点点 呵呵 翘我墙脚 陆文潮你也好意思 道歉 这门亲事我不同意 陆文潮在群里回复了陆燕慈 由不得你 下一秒 将他移出群聊 陆燕慈破大房了 于是 在陆文潮出院那天 陆燕慈主动来了医院 他却拦住了我 明叔 你去办一下出院手续吧 我有些话想对我哥说 陆文潮站在我和陆燕慈中间 压迫感十足 燕慈 你该叫他嫂子 哈哈 你们还没结婚 是不是嫂子还一定呢 是吗 可无论结不结婚 他都跟你没什么关系了 不是吗 我亲爱的弟弟 你 两个人火药味十足 仿佛立刻要打起来 我赶紧贴心地 给他们留了私人空间 但我没想到 办完出院手续回来时 却听到了不该听见的对话 哥 你对自己还是一如既往的很 明叔单纯 他不了解你 我还不了解你 以明叔的性格 他迟早会跟你分手 所以你就想让他心软 这只是你的猜测 陆燕慈一把拽住陆文朝的衣领 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那么巧 会遇见罪汉 让他想起曾经被救的回忆 陆文朝眼神冷淡 巧合而已 巧合 你猜 要是明叔知道 这一切都是你的算计 他还会愿意继续跟你在一起吗 不 他不会跟你这种卑劣小人在一起 比起我 他更厌恶你这种满心算计的家伙 陆燕慈说完 啪的一声叫门关上 他看着站在墙边的我 分闷不平地要拉我的手 你都听见了吗 他那样一个算计的人 明叔 我劝你跟他分开 我不动声色避开了他的手 平静如水地注视着他 你和陆文朝一样 你知道我会在门口 会听见那些话 你和他没什么区别 陆燕慈顿时愣在原地 手定格在半空中 有些懊恼地揉了揉额发 咬牙切齿 是 我卑鄙 我无耻 我想让你看清他的真面目 可明明是我认识你的时间更长 他顿了顿 眼神湿漉漉 近乎祈求地看着我 为什么就不能和我在一起呢 我避开他的眼神 抱歉 陆燕慈从没在我眼前 露出过这样脆弱的一面 我的内心五味杂陈 可感情从来没有先来后到 他眼睫落寞地垂下 遮住眼底的暗淡 势然一笑 我知道了明书 做不成恋人 总能做朋友吧 还能拥抱一下吗 明书 他眼神稀奇 就当是给过去的暗恋告个别 我轻轻抱住了他 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他冲着某处挑衅地勾了勾唇脚 哥 我得不到的 你以为你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吗 有些事 刻意去回忆 也想不出结果 我决定亲自去问问陆文潮 问问他 为什么要用那个罪汉 让我回忆起当年被救的场景 可陆文潮这个胆小鬼 居然在这个时候逃了 我给他发信息 陆文潮 我们谈谈 那边回复的言简一概 出差有事回来再说 再打电话 就是关机状态 我觉得好笑 是因为怕我知道了他算计我的事 害怕我跟他说分手吗 所以就躲到国外 可我从来不喜欢彼此间有误会 却不说清楚 我直接通过陆家长辈 找到了陆文潮出差酒店的所在地 拿到房卡 畅通无阻地进了他的房间 陆文潮进了浴室 听见里面传来水声 我悄悄摸到了门边 他警觉的抬眸 迅速围起浴巾 一手攥住我的手腕 嗓音薄冷 谁 是我 我从蒸腾的雾气中探出脑袋 上下打亮着陆文潮 他湿漉漉的鹅发上滴着水珠 俊美的五官上露出些许不自在 精瘦的腰身下 只有一条浴巾松松垮垮 有几滴水珠顺着性感的人一线 一路向下 引人遐想 他像被电到一般 色缩地后退 抱歉 我不知道是你 看见我手上被捏出的红印 陆文潮眼里露出心疼 明书 我去给你上药 我一把拉住他 不许去 陆文潮你逃到国外来就算了 现在还想逃去哪里 我伸手扯开了浴巾 顺便打开了花洒 晶莹的水珠沿着他的下额线 缓缓坠入锁骨 再往下 是曲线诱人的人一线 还有 看着他难得尬住的神情 一脸瞒不讲理的笑了 逃啊 陆文潮你逃啊 他被我火热的目光 钉的耳根发热 明书 我一把将他推到浴室墙边 任由花洒的水打湿我的衣服 怎么不逃了 是害羞了吗 肌肤相处 我紧紧贴在他身上 他却冷得像快冰 烟红的唇半紧闭 只有紊乱的呼吸 出卖了他此刻的不镇定 明书 不可以 我的手还在乱动 告诉我 陆文潮 当年从混混手上就吓我的 到底是不是你 他不说话 我生气地咬住他的喉结 他闷哼一声 单手握住我的肩膀 瞬间将我和他的位置调换 贴心地用胳膊垫在我的背后 目光灼灼 是 是我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的手指不安分地在他腹肌上游走 引得他轻颤 他试图抓住我的手 可我却拐了个弯 浮在他耳畔狡黠地笑 你不告诉我 我就不停下来 终于 陆文潮眼神隐忍克制 气息不稳地开口道 当年的确是我打走了那些混混 可我也因此受伤晕倒 在醒来时 那小子来了 所以 当你醒来时 看见的是他 而不是我 我也有想过告诉你 是我就得你 可后来我看见燕慈陪在你身边 你很开心 我不想打扰你们 后来燕慈担心我会说出去 他笑着说我什么都有了 而他什么都没有 他求我 你向我告白那晚 我真的很高兴 可你说你喜欢的是陆燕慈 很奇怪 从小到大 陆燕慈说我什么都比他优秀 可唯独在被你喜欢这件事上 我甘拜下风 但陆燕慈有一件事说得对 陆文潮眼神危暗 眼去眼底的潮涌 低笑一声 我是个卑鄙无耻的商人 我不仅没有遵守 何燕慈的诺言 我还算计了你 我早就看见那个罪汉 经常在那里徘徊 所以我放心不下你 干脆将计就计 我想着 如果我为你受伤的话 我是不是就能够比得上 那个混小子 他哑着声说完 突然松开了 揽在我腰间的手 我点起脚 捧住他的脸 滚烫的唇贴了上去 陆文潮喉结无声地滚动了一下 沸腾的血气在浴室里 明目张胆地乱窜 我将那粒袖扣 放在他的掌心 唇角微翘 陆文潮 或许现在 我还没有那么喜欢你 但来日方长 谁又能说得准呢 番外 小剧场 以未婚妻名义 住进陆家的那天晚上 陆文潮还未回房 房门被人敲响 我以为是陆文潮回来了 正想开门 就听见陆燕慈家的嗓子喊 扫扫开门 我是我哥 我的手将在门把手上 这门 到底是开呢 还是不开呢